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好好好 那開始 我幫你控制了 好 OK 好 那大家好 那一個我講就是Level 1 那因為我跟HQ比較熟一點 FPGA也懂一些 所以做這個還算OK 好 那再麻煩下一頁 好 那今天Outline就是說就是 如果就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Level的一個 就是大概要做什麼東西 跟整個System的Design 然後再分HQSide去講 然後還有VVADO的BugDesign 然後再講說FPGA這邊的host code如何去寫 OK 好那翻下一張 好那Level 1的要求就是說 就是做一個IP 那這個IP他可以去從 就是PSSide的 就是PSSide的那個Memory 然後去把Lone code的把它拉進去 那一個BlogRain 把它拉進去BlogRain 那並且再完成就是一條路 就是可以去下指令 然後讓這個IP去把這個BlogRain裡面的 那一個Lone code 再把它給放回去PSSide的Memory 然後再打通FPGA的這一端 然後去Check說就是Rain跟Rain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那翻下一頁 好那這個的話 IP Design就是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不知道很標準 那Anyway就是IP的話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ReadLone code的這一個Blog 那他有就是 那他有那一個一個 那他左邊的這個SSI control 它是一個就是SSI Lite的一個Bus 那他就是那他的功用是他去接收PSSide的 那一個Control的訊號 他比較像是這個IP的ControlRegister 那就可以去控制這一個IP的啟動 那也可以去控制那一個就是SRI 就是SRI master的那一個Base的Address 那也可以去控制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這一些這些行為 看他看要寫什麼command 要譬如說寫一個Rise command 然後定義一個Rise command 然後去把那這個IP 就會去把Lone code拉進BlogRain 那再下另外一種command 然後他就會把BlogRain的資料寫回去 寫回去Memory 那右邊這邊的話兩個就是MHRI80 跟81 那他會去連 那他會連到PSSide的就是D-Rain controller 那實際上就會去連到 實際上就會去指到 就是D-Rain的兩塊 就是兩塊 就是physical address的D-Rain 那設定上就是 那一個Base0這邊會去指到 就是原始的Lone code 那Base1這邊會去指到說 就是看他要寫到哪 他要去把這一個Lone code 再寫回去哪一塊 那InternalBlogRain PostA這邊的話 就是去這邊就是去那一個 他會出一個什麼BlogRain的Interface 然後去拉到Vivado裡面的BlogRain的IP 那其他的就是Clark RecessNegative跟Interrupt 好 麻煩下一頁 好 那這個ControlFloor的話 因為就蠻簡單 不好意思 就是ControlFloor的話 就是這一個IP的 就是這個行為的整個ControlFloor 那第一步的 那這個設計上就是說 第一步就是那個PS 他就他就先去 就是如果要去readLone code 就是FrontD-Rain 就是那一個要去設定這個IP 就是從D-Rain把Lone code 從D-Rain讀進來 然後寫進BlogRain 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那一個PS先去設定840的Base address 然後再去送那一個就是read command 然後再叫IP開始做 然後再來就是等IP做完 那如果要讓IP就是把Lone code 把它寫回去D-Rain的話 那就是要先去設定840的Base address 然後再去設定Rain的 command 然後然後接下來再去下START 讓IP開始送資料 然後就是PS就等IP做完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簡單的ControlFloor 那麻煩下一頁 所以接下來就是用HLS去實作這一個IP 那HLS他最重要的就是這邊的話 就是要去如何去define出這一些Pol 那HLS definePol的話 他看起來會很像Seql 他看起來像Seql 但是他實際上他會有下半部的這一些 就是Pragma HLS interface 去定義說他實際上要去 Informance這樣子的Interface 舉例來說像這個Lone code 就是在Seql 他上面看起來是Polinter 那你就會說你在Seql裡面用起來就會像Polinter 但是Polinter他指的地方 他的HLS implement出來 那他就如果你把他宣告成 像是這邊宣告成他是HR 如果宣告成他是HRI 那他實際上他就會 他就會是指到一個HRI的一個address 你可以去藉由設定他的第27行 你可以把設定Base Address的地方 然後把它bundle到HRI-LicePol 然後讓你可以藉由HRI-LicePol 像是在Code Control Registr一樣 去config這一個ASI的Base 他要從哪裡開始寫 所以2627行就是在定義80 我們看一次26行 其實這都蠻值得看 就是Pragma HLS interface MSI就是去定義Lone code 它是一個SI的Master 然後Polter的話就是Lone code 然後就是去指到top module的哪一個變數 Offset step的話就是說 他的你可以去印象中應該是說 你可以去設定他的Base Address 對 然後Rebirth Lens的話 就是你可以 他裡面就是Bibardo 他HLS 他的SIMaster 他裡面有一個很深的Five 他有一個很深的Five 如果你這個設定64 他就會把Five長度就是64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設定 就是3的Outstanding 跟Rise Outstanding 譬如說如果Outstanding是2 這個Five就會變成兩倍 然後Bundle的話 就是去設定他的名字 然後27行去說 你的Base Address 就是你要把他交給X-HIGHLINE 好 然後28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33E 33E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換成那個就是 那個 Lone code to PS 這個變數 然後把它命名為80萬 然後再來是33行的 那一個就是33行的CMD CMD就是剛剛在講讓PS去設定說 去控制說他要 從D-Rain讀進來 還是要寫回去D-Rain的一個 的一個Command的一個Control 那這邊把它Bundle到就是 Bundle到一個ControlBus Bundle到一個SSIControlBus 那就是說就是跟 把它弄得像ControlRegister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第34行 把Return這個Pol 把它Bundle進去 就是說就是這整個IP的 這個開始跟結束 也用ControlRegister 也用X-HIGHLINE ControlRegister去控制它 那36行就是說 就是那我去宣告 那一個就是 這個Internal B-Rain 把它的interface 是BlockRain的Type 好 那麻煩下一遍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像Ccode一樣去寫它 然後我這邊定義就是 comment等於0的話 就是它就去load long code的 然後如果comment CMD等於1的話 然後它就會去把那一個Long Code 就是BlockRain的Long Code 把它寫回去D-Rain 那裡面有兩個for loop 那這個for loop基本上就是 你這個for loop 然後裡面 它的關鍵在於說就是 那一個42行的這個Pragma HLS pipeline 這個pipeline就是它會把 怎麼說呢 這個for loop會變成一個 會變成一個State Machine 然後它會是 然後它是它裡面會幫你寫Pipeline 然後它會去算你的resource的 占用的情況 假設你的resource的占用情況 非常完美 可以讓RI等於1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 你就可以一個cycle寫一個 寫一個 寫一個資料到出去 出去ASI master 或是讀一個 或你就可以每一個cycle都可以寫出去 所以像是從41行到44行這些事情 41到44這邊做的事情就是把 把那個就是Internal Block 就是把那個Long Code的 這一個address 這個address從Base address 然後再加I的位置 把它進去Internal Block Rain的就是DI一個位置 因為它的resource都不會有dependency的問題 它都沒有dependency的問題 所以它每一個cycle都可以寫一次 對 這邊的話 各位學友如果要 之後如果要用的話 這邊就可以塞一大堆 就是一些很複雜的操作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data dependency 應該是data dependency resource dependency 都要去解它 都要去take care 然後kuor才會自動的去切成 就是漂亮的I等於1的pipeline 然後47到50 對不起請教一下 什麼叫做I等於1是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是HLS它的一個數 它在合成之中的一個report的其中一種格式 我有點忘了Ii的全名 它的意義是什麼 Initiation interval 意思就是說它下一個iteration 要經過要經過多少latency下一個iteration才能開始 那個就是Ii 所以就是沒有gap的意思就對了 對對就是你假如Ii等於1的話 就下一個iteration就是一個cycle 後就可以開始 OK那Ii1等於2就是下一個iteration要有兩個cycle才能開始 了解了解 好謝謝 所以Ii就是要解決那些dependency的問題 對 就是因為你pipeline 就是下一筆的data 就下一個iteration要隔幾個cycle 所以這邊就剛才 在新尾提到說有datadependency datadependency 就有三種 re after write right after read 還有right after write 這一種 data dependency 還有resource dependency 例如說 當你pipeline起來的時候 你可能去access data 他的memory pore數不夠 好那這屬於resource OK OK 好謝謝 謝謝 對最難解決就是有時候memory pore數不夠 或者是data擺放的那個擺放的順序啊 方向啊就是不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Ii就會很難調 好就是好就是希望不會遇到這些好 好麻煩下一頁 好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HLSSite做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去synthesis跟 跟去那一個就是導出他的IP 給Vivado去用 那這邊的話 呃 戴景他們的lab 其實寫的還蠻清楚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直接refer這一個lab的step 那所以就好再麻煩下一頁 好 對那這個lab 就是這個lab 那就可以從vivado的就是合成 然後導出到IP 然後到導進去給vivado用 導進去給vivado去使用 好那可以放大到那個IP 那個read long code的那個IP 不知道我這個電腦沒辦法 因為我是用電腦 對不是在pad pad的我就可以放大 好吧那我用嘴巴說明好了 那中間的這一個就是有像一個指貨形狀 就是我們剛剛做出來的IP 那這個IP他要去跟vivado的系統去做對接 對那對接的重點就是他的那一個 呃一種一個美感 就是就是他那個他核出來的Po 就是AXA Pro 那要去接到就是 DXSide的他的Ctrl的鞋 他也是除AXA Pro 但是他中間就一定要接接一個就是一個Connet 或者是SmartCard 對對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去轉接 或者是要去設定就是Memory Map 對對就是他看起來就是需要去接一個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也可以照著那個vivado真的很聰明 又直接就是那個照那個label這樣 直接弄Connection Automation 然後他就會幫你建出就是那一個Clark的Paste 跟Resetor的跟Periflo Resetor的Paste 就不用自己用手點 對好 然後我看一下 對所以就是把Clark的Paste點起來 然後Resetor的Paste點起來 然後ClarkRainConnection Automation 他也會幫你點 然後PDR這些他也會幫你點 對好 那然後接下來就是可以去 去一樣也是照那個lab然後去設定那個Memory Map 去設定這個ASID一個它的它的AXID的Console Bus 在PSSide的NIO的Base Address是多少 然後再來是它的那個兩個MAS的那個 就是能夠用到的D-Rain的Space 是從哪裡到哪 對好 那再麻煩下一頁 有人有問題嗎 好 OK 好 那就是如果直接Export 拉出來用的話 會遇到Validation Fail 對好 那這個是就是 呃 D-Rain在導IP時候的那一個的Bug 那Anyway就是 就是可以用 再麻煩再下一頁 對 那他就是說就是他的 就是 他又說就是那個什麼 BlockRain那一邊的就是這一個 呃 就是Ride Steps 他不能唯一 但是但是你把那個Block Design點開 他他沒有唯一啊 就就很奇怪 那上去Validation看 這是有人貼出來的Bug 嘿 那解決方法的話 就是 呃 麻煩下一頁 就就擺Hack的 就直接去改他的component.sml 然後直接把它就是改成 就是你想要的長度 呃 呃 以那個Following寫的 那個就是Export 就是那個什麼 BlockExport.tcode的那一個 那個東西 那參照裡面的邏輯 就是說就是 這個這個的長度 就等於你的那個 你的BlockRain的 的Beat的 就是Beat的深度 就他這個是MemorySize 所以就用手改把它改成 假設我們是32 bits乘 欸32 我忘了怎麼算 你那個CodeSize設多少 CodeSize設1024 1024 呃 就照照他原本D4的去設 那 所以你這個MemorySize 這裡是指BlackRain嗎 對 BlackRain 哦 欸他是BlockRain 他是Rise 3 bits 你這個MemorySize 是是BlackRain的MemorySize 哦對啊 Eternal BlackRain Port A MemorySize 4K OK 你說這個你要手動去Fix它 對手動Fix它 目前找不到 因為我有去改 我有試著去改 那個BlackRain 他的那一個 就是在HLS裡面 他有 他有DIPS的選項嗎 但是看起來 那個只有FocalSIM用 他不會去影響 XCodeSquire的東西 嗯 對 對他不會去影響這個 所以找不到 可以從啊 可以從HLS 去修改的地方 所以你這裡是改這個XML File Component XL File 對 這是Forum裡面 叫你做的改法 Forum Forum 印象 你剛才這邊有Solution 你現在講的是這個問題嗎 Right Deps 對 對 他裡面沒有講改法 他只有說就是問題出在 Run IP Tag 然後裡面的解法是 Stake Stake裡面有人講說就是把它改成 就是 DuoPo DuoPo BlockRain就可以解決 DuoPo BlockRain 對 DuoPo還是DuoPo 就是把它改成DuoPo 這個Bug就可以逼掉 因為你現在你看你這裡面 這個BugRain 你會做Re跟Right 對不對 嗯 對 你會做Re跟Right 應該 不過HLS裡面沒有通識 沒有通識 所以它SinglePo就可以 是啊 哦 對 然後說 ValidationFail for parameter BugDesignBugMemoryChamp Value1 Out of the range Right Depth 1 Out of the range Tickle Error Common SetProperty Fail Earrea 哦 因為前面有 哦 這個很奇怪 所以你基本上就改這個東西 把它Hack 把它這樣就可以 對 不過前提是 Vivato的那個IP repository 是要知道這一個地方 哦 要改變 對 Delete IT BugDesign 然後 對 如果是用Export的話 那就是Export IP SML 就是要改 改到那個位置 看看Call哪裡啦 啊 啊 啊 對 對 請問一下這個component.xml是 你在造那個 HighLevelCNC的時候 造出來的File嗎 還是 是 本來錯 OK OK HighLevelCNC是出來的File OK 謝謝 嗯哼 對 然後 然後改完 這個BugDesign 這個BugMemoryGenerator 是你自己叫出來嗎 然後把它連上去的 對不對 So longcontentions 對 你是 OK 嗯 嗯 他會 再把它叫出來 嗯 對 然後 記得 然後改完之後 幾次就是Refresh IP repository 它也不會 也不會修好 所以還是把這個就是IP刪掉再重新再 import一次 欸就可以了 哦 就是你上面改了那個smlfile 改好 接下來再做要把IP 你這個IP是指來一個 RomCode那個IP還是block RomCode RomCode RomCode那個IP OK 你要delete掉 然後 再叫出來 再連一遍 對 對 就是 或者說就是 在incode之前就先改好 那直接incode一次就 OK OK 好 好 那再麻煩一下也OK 然後再來是講 就是 然後接下來 呃 Vivado接下來就可以 就繼續照Lab那樣子去做implementation 就是 嗯 那就是 100MHz啊 Default啊 Default 就是DefaultSync Assist Default implementation 這樣弄出來之後 然後就可以產生3 然後再照Lab的方式 就是Lab說明 然後去 去export就是 那一個 應該是HWH的file 對 HWH的file 那就是記得把它 都命名成同樣的 同樣的 就是那個 同樣的名字 同樣的名字 然後不同 然後再照之前大家 信上收到的那一 那一封就是Login remote Remote工作站的那一個方法 然後 然後就可以Login圓端的Ping 那有些Ping 就是借用之後 就是Web 就是連線點不進去 可能要多十幾片 對 有這個問題喔 對 有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我的網路環境的問題 Anyway就是 登不進去的話要換一些 對然後 然後 然後在裡面就是 你只要登不進去是怎樣 你換出另外一片板子還是 對就換出另外一片板子 欸這Kevin有沒有comment 好像之前 有這個問題喔 嗯 Pink 力吐白就有這個問題啊 這個結構 它容易卡 這板子的問題 因為它那個 就是小板子 網路CPU有時候跑多一點東西就卡住 嗯 哦 手設上面有寫 就是 就是還回去再借另外一塊 就可以了 嗯 欸那 新衛你這個有多平凡嗎 你碰到這個問題 很平凡嗎 欸你叫我嗎 我是韋星 是是 韋星 平凡喔 平凡 好像每次Login進去都會 每次都會啊 哇 對啊 嗯 進去之後 就都是自己的啦 就是剛開始進去的時候會比較麻煩一點 嗯嗯嗯 好 OK 好 那 OK 那就是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這個 不好意思上一頁 欸 對 欸那就是把 就是弄一個folder 把東西上傳上去 然後再開一個 就是呃 Jupyter Notebook 就是那個 就是 on title iJupyter Notebook的東西 好那再下一頁 好那 接下來的話就 就是 欸大概講一下裡面的code 裡面大概做的事情就是先去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行 哇這裡沒有行 不好意思 好 欸我看一下 先從上面 欸第一第二行講 第一第二行就是去把那個bitstream 把它給load 就是燒進去 然後再 然後再 根據它的 HWH檔 然後去拿到它的 有點像是device tree的東西 欸 那這個device tree的這個object 就是在那個reg IP 那這個reg IP pink裡面 它會去 它有info們一些 一些 然後就可以直接 從這個object去 去call 去call它 嗯 嘿 那第二個block 從就是long size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 就是去 allocate share memory share memory 那這個share memory 它的特色 就是ps 跟pl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boss rewrite 嗯 都可以boss rewrite 然後 然後接下來下一段 這個for loop 就是先去initualize它 然後再下一段的話 就是去 去拿到它的physical address 欸大家就可以去藉由去call 這個點device address 然後直接去拿到它的 它的physical address 好 那再下一段的話 就是去 去那一個 去設定它那個 share memory 它的base address 那就直接去 這個regip.writes 的這個方式 它就會直接幫你去 就是 它就直接幫你去 那個什麼 欸 就是這個 這個writes 0x10的話 這邊就是 這個大概要講一下 就是 就是regip.writes 0x10 然後 loombuffer original original physical address 這邊它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physical address 把它寫到剛剛那個IP裡面的 那個axi.writes 的 第0x10的位置 欸 那首先先講那個regip.writes 這邊它會去藉由像是device tree 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把它寫到 那一個你在bevado裡面去設定的 這個axi.writes 的那一個memory map 欸 那以這個例子 我印象中好像是0x 我忘了 就照depot 就是它會去寫到那個physical 0x10的位置 那這個為什麼是0x10呢 麻煩下一頁 對 好 那下一頁的話 就是那一個它在 它在那個什麼 就是產生就是hls的時候 那它在哪個地方 它在 Informal mixed drivers 然後再加上你的 應該是solution name 然後src 再加上design name 底線 它會.h的這個file裡面 它會去定義 那個axi.lite的所有的 control register它的位置跟定義 那前面的這幾個幾乎 前面這幾個 我看一下 0x0c之前的都是固定的 只要你用AP 只要你的return 是bundle到srlite 這邊都是固定的 那它這邊 這邊前面 0x0c之前 定義的是那個IP的 IP的開始跟狀態 然後還有interrupt 你可以去設定 你要不要用interrupt 跟那個 跟你要去把interrupt status把它清掉 嗯 那從0x10開始 就是我們自己的tub module的這一些 的我們這tub module的這一些 那個bass address 0x10是那個roncode的bass address 然後就是它會從哪裡 就是我們hs code它是一個for loop 然後它會去抗扯 就是它會去access那個roncode的di 一個嘛 那所以這邊是譬如說這邊設定bass address 譬如說0x1000 那它就會0x1000 那它就會0x1000 再加上 再加i 那當然還會再看它的那個 就是data size 對 然後0x1 我看一下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0x1c 就是roncode ps的這個變數 然後 那一個0x28 就是cnd 對 對 所以就是 基本上ps就是去寫到這幾個位置 然後就可以去控制 tub module的 那一個 這些interface的制度 好 再麻煩上一頁 嗯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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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ok ok 然後 所以就是 srms interface address 這邊就會去 去寫這個control register 然後把physical address的 the base address寫進去 然後再下一個block rise long to block 對不起 對不起 請問 所以前面那邊拿到的這個address physical address 是不是 對 ok 是physical address 對 這可以 對啊 這 既然問到可以再跳下兩頁 看這一份 執行的結果 對 這個的話 你可以去看 中間那邊 long buffer original pa 然後 377 呃 欸 大家可以把這個打進那個 就是小計算機裡面 就是 欸 合法的 就是合法的physical address 欸 合法 應該是 它應該是在512MD之間 這是在DDR的range內 512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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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 好 那再麻煩了 所以在python這邊可以直接拿到physical address 雖然你是user mode的程式 對 謝謝 對 tink全部都串好了 好 然後 所以就是接下來就是去設定就是rights 就是long 就是from 就to blocker 對 那這邊就是先去 就是寫寫0x28 就是rights setright 就是去設定那個就是comment 去設定說欸 所以我的那個hls裡面這個comment是0 comment0的話 那我的0e是把那個long code把它拉到blog 裡面去 然後在下一行就是去rights就是那個0 然後寫1就是讓IP開始做事情 好 那因為 因為這pink的範例我沒有看到有interrupt的東西 所以就用pooding的方式 然後就是一直去read的那一個 就是去read的這個set 是register 那如果他一直pink的話 就繼續read 然後一直到他做完為止 對 然後 然後同理就是 那下一個就是把readback的話 就是去設定 就是set就是comment 那他就會去做hs code裡面的事情 他把blog的東西寫進dele 那接下來的事情也一樣 讓IP開始做 然後一直播 0直到他結束 然後最後一個blog 這個for loop就會去檢查 就是 就會去檢查 就是read回來的這個 這個 這個long code是不是跟我們寫進去的一樣 嗯 對 那在 欸請問那個0x4是什麼作用 我看一下 0x4 在哪裡 0x 哦 m的0x4 m的0x4 它是那個mess b2 b2 對 可以看 可以看這個 這邊的b2是什麼 到idle嗎 對 0x4 所以是b2 對 P2就是idle 對 看他是不是在idle 對 假如是0x4 就不idle 所以就一直loop 對 就會一直loop 好 那在 所以 FPGA host code就這樣子 那 在下一頁 看一下 下一頁 這邊講過了 然後在下一頁 然後這個就執行結果 就是沒有任何的missmatch 被print出來 嗯 好 就是這個樣子 好 OK 好 這個投影分就結束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的 好的 就講得很清楚 這樣 好